CiN1B 大概講一下 那個 阿波幣的N1B是RUN完了 老師你說Lens的N1B嗎 不是 老師說那個 3月8號要換 因為我RUN完了 我是RUN玩NoCiN1B 然後目前在RUN的是CiN1B 對 CiN1B應該要RUN比較快 對對對 但是目前還在RUN 所以N1B RUN完 等於說你的 TenitianStay在Modify就是CiN1B 對 我現在RUN的是CiN1B 因為他的話 CiN1B他會從 我算到115步開始 然後他會從116開始算 對對對 所以他現在是在算CiN1B 我知道 我們以前 用TenitianStay 通常都會用一個很RUN的RUN 很快RUN完 然後他在RUNCiN1B 他就根據你很RUN的去RUN第二步 對 就是 因為我都是用NOMO的 我的Tenitian都用NOMO 所以其實會算比較久 那 目前就是等這個CiN1B RUN完就好了 對 然後已經跌代到134 然後現在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 我的時候RUN RUN N1B的時候RUN80 然後終於在上禮拜 終於RUN完 對 然後現在就是在等這個RUN 對 OK 然後就是 我這幾天一樣也是有測DV圈 然後 然後 然後圖的話 他是沒有跟我畫出來 對 丟他 就是 因為老師有說我留那個 DATA檔 DATA檔 對 然後我丟那個Python Code去畫 他好像 他就有畫這個圈寧的這個圖而已 他沒有那個 那個我們那一種 對 163那一個 你要看是哪一個 在哪一個DATA 我找一下喔 因為 因為老師之前是有說 都有那個可以畫 畫那個 123的那個圖的那一個 對 對 對 但是因為我好像沒有找到那一個 對 把那個稍微趕一下應該就可以了 喔 喔 老師你說 把剛剛 我秀出來 對啊 因為都一樣的圖啊 這個 對啊 因為我說那個45度那個 有 好 那你就 看一下 在哪一個 T L T 這個嗎 對 應該是吧 因為我執行他 他好像抽 等一下喔 所以是丟在這邊執行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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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直接執行啊 看一下 要怎麼修改 好 我先 看能不能執行 可是檔名不一樣 如果不行的話我再 對 這樣執行 那你看是不是組的檔名不一樣 你改一下檔名 我聽你說這個吧 對啊 要組的檔名啊 所以我來說為什麼 要改很多的 我們就直接 OK 一個大屏門來改 會最快 我這樣就有了 對 因為我的誤差是 多大一點點 我看你這樣就 很 沒套 對 因為我的能量的話是 然後如果是FORCE的話 FORCE 除了格主 除了卡人數不一樣嗎 對 好 那就改另外 丟另外一個 我丟FORCE 好 我再次一改 我再次一改 OK 你現在DFT也快要 run完了嗎 全部的 全部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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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次一改 就是...兩百都弄完 對,兩百 四百多樓 對對對,因為我有再測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廢物這一盒 然後讓它弄長一點,結構多一點 然後我想再測 那之前你有報告一天Paper 我們要review的就是說 它的NEV的路線拿去去train 對對對 然後它每一個NEV路徑上的點 它要取20點 亂數去取20點 那我們有沒有把這20點去考慮 老師說的亂數20點 比如說,幾塊NEV的曲線會有一個拋物線 對對對,中間台 它拋物線上面每一點其實代表一個結構的能量 那它把每一個點又去亂數 去改變很小的亂數 然後讓它產生每一點都產生20個亂數產生的點 就是結構產...這讓它產生20個亂數結構的 對,就是有7個點代表7個結構 它這7個結構又去產生每一個結構都產生20個點 對 因爲我今天抱這邊pepper它有另一個做法 我等一下...呃... 用NB也可以啊 對 我們這個NEV的路徑有幾個 NEV的路徑我是射9個1米圖 中間它還是7個 我意思是說 我們做NEV是...比例是0.25的 還有只有3條路徑是不是 對對對,pepper是給人家3條路徑 它我是做那3條路徑 0.25...0.5也有3條路徑嗎 呃...我想想...啊對 它們的路徑都是那邊 因爲它們的路徑空缺落 以這個結構來說是那3條 所以0.5的我們也有做 因爲0.5現在應該沒辦法做 因爲我可能... 我之前是有先做1X1X1的寫 但我後來發現那個結構是不準的 OK 對,它pepper我一定都用到我 那pepper上面有沒有人說明說 0.25跟0.5或是0.75 它的... Reaction Energy是一樣的 呃...它那個Energy是不一樣的 對,因爲它們旁邊可能多了那些... 原池會影響 就是因爲它們有在... 因爲我看的pepper有說 他們有在找那個最佳比例的Energy Energy Barrier是最低的 然後好像是0.66 0.66的那個還要做輸入 所以我然後去用那個比較麻煩 那如果說我們是比較... 結構比較沒有那麼大的話 就全... 的比例只能用到0.25、0.5跟1.0 但是... 0.5跟1.0目前可能也要... 爽很久 因爲它...它的那個... 而且它佔的那個空間也是很大的 就可能跑一個NEB 就不可以跑一個 那個... 那個NEB 你就設非常的Rough吧 Rough 你知道嗎?以前我用Pastel 我是Demo3 在...在RoughMaterial Studio 嘿 我們就設得非常的... 寬鬆 讓它Rough一步就停止 我就是收電標準 就達成收電 收電標準 之後就去RoughC NEB 因爲我收電標準是0.0 對 所以... 它沒有到達0.0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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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RoughAV第一步它的... 撞出來是多少 力量 力量 會...會蠻大的 會比較大 開一下 因爲我之前之前都有做 對 然後... 0.5 我開一下 0.5 我先開... 那個... 沒有做CI的 沒有做CI的話... 這個... 這個路徑是最好的路徑 算是它的... Energy Barrier比較低 我開... 我開那個... 路徑比較不好的 這個...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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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會比較大 131 對... 然後會慢慢降下去 降到後面是... 2.36 然後到0.05 以後就收斂 所以會算比較久 對... 這第一步的話它會比較大 對... 那第二步就開始降很多嗎? 第二步降蠻多的 這邊43 然後... 249 11 這樣 降到你覺得差不多的大概是多少 可能... 可能... 就可能調這邊的收斂標準吧 把它調到像是... 很0.1 像它這邊就差了... 在那2.52 然後2.41 對... 那你現在設定是多少 我設定是0.05 所以它到最後是... 那如果... 我們設0.5了 會不會很快 對不對 0.5可能... 0.5可能蠻快的 對... 因為這邊都還是小於0.5 0.5這邊就已經結束了 對... 然後... 但它的... 它的那個還是有誤差 最近都已經結束 因為這邊都到0.4 然後它這邊是2.81 但是... 跟下面的那個... barrier是差蠻多的 對... 沒關係 反正... 這個barrier跟頭尾相關而已 跟其他零境都沒有相關 那... 它CIE... CIEB 就是... 根據它找到的那個... 全根據State 再去幫你... 類似... 命一牌 我一條 對... 那... 那...那如果是... 你多0.1呢? 我一管 0.1也是要... 可能要疊代蠻久的 就還是... 還是要看那個啊 看... 看路徑 因為... 他們給這個PACE1 是最好的路徑 對... 就要算最快 因為它Energy Barrier是最低的 對... 它很...它很快就送完 它22步就送完 嗯... 然後是... barrier可以到0.39 嗯... 就相較於剛剛的這個... CIEB這個... 也都是來2.5 OK 這條路徑 它的這個barrier 就是... paper上面也是說的 都差於0.4左右 對對... 你...那...你沒有算成那幾個 我...我看我們就用... 比如說0. 比如說0.5 你這0.05嗎? 然後我們... 測十倍 0.5 然後這個CIEB 嘿 也是... 那你CIEB其他也會調嗎? 還是只有調... 中間那一點 它...CIEB會... 它的... 它的第一步會調 它第一步會調它的那個... 反應屋跟產物 對 就它這還是會微調 那中間... 會不會調? 等一下我確認一下 通常是調中間 我確認一下 這邊是2421 好像... 對...它...那它第一步會微調 然後...然後... 後面就不會微調了 欸...等一下... 不是... 啊...沒有 那它的... 那它... CIEB只會調中間 對 因為這邊2421 這邊是CI的 然後弄了CI是2421 對啊都沒有中間 OK 那應該只會調中間 對 那...那可以啊 所以...所以老實是說 現在就是要...一樣做0.5跟0.75 然後... 所以說... 你第一步調的... 呃... 設的比較Rub 比如說... 就設... 比如說0.1 還是很慢的話 那你就設... 比如說0.3嘛 OK 然後它很快 NEB結束 然後做CINEB會比較快 嘿 我們之前 就是這樣做啦 OK OK 只是這樣準度 好像會有一些... 差 對... 最後CINEB設的標準 一樣出來幾乎差不多 喔... 對... 所以...喔... 我懂一個 所以老實是說 CINEB標準一樣是設0.5 對啊 喔... 就主要是... NEB... 對對對... 你一直找到一條差不多的路徑 好...OK... 然後CINEB再去幫它 去做Mari版 好...OK 那我... 我再試一下這個 然後... 然後... 因為... 因為... 那個... 我昨天測的那個Case 它跑... 它的LAMS Level到高溫的 還是都會那個... 會...會炸開的 對 所以蠻明顯的 就高溫是多少 1000多的 我還記1000多的炸開就炸開啦 只是說700K 它就會溶解了嘛 對對對 我...我是300K 都會那個... 蠻正常的 對... 反正... 那...那你看MD奧 它LAMS Level到... 多少個 MD奧... MD奧的話... 一個 對... 好像... 它到後面就會... 它MD好像... 都會變正的 就... 好像... 可能結構好像更多一點 因為它... 它到後面會變正 對... 對... 然後我之前的... 我... 我之前跑的開始是... 那個... 它... 我之前跑的開始在比較低溫的時候 它... 它還是都是附的 但是... 現在在... 很高溫的話還是都是 都會變正 我想是結構好像得多一點 因為那個結構也沒有到很多 因為有一些CAS還在等這樣子 我看一下 嘿 看一下我看一下182 那我之前的 就是300K,再快爛,而且它的MDR會比較好 MDR都是-1 很接近嗎? 對對對,就是比較低的 然後它的725K也不會,也都是正直,也都是負直 就是實驗帳的溶電 就是它會沒有像高溫的時候,整個都炸裂,然後MDR也是負的 對,但是到1000多的時候,它反而就變成正 OK,那我們就不要裝這麼高溫了,DP gem 對,因為它的高溫整個都是炸開的 那不然就用到這個溫度就好嗎? OK,那因為老師的Train Range是300到2000 那現在就是射成50到725 OKOK 對,因為高溫還會炸開 然後我是有找到一篇網路上有人在討論一件事情 他們是說,如果是做NPT,拿去Train Link的話 他們說會不準,高溫,高溫 就他們說,因為我們想在測這件事情就是 因為他們這個,這個人提出的問題是說 他說,這個溫度,這AIMD的這個溫度,如果有專家的話 會影響到這個RMX11的Energy跟Force 像他這邊有講,就是他在800K的時候他的 他的這個 這個,誤差值是在1.1 但是到1600的話就到-2 對,這還會影響到總部 因為他每樣講說,就是 假如是高於1600K 對 的這些誤差值又是不太好 OK 那他回答了,有辦法 有什麼解決 然後那個,有人在下面回答 他是說,其實這種DV券用低溫就可以去找到 他的,就是低溫的K 然後你結構要多一點 大量的數據 你就可以在1600K下面進行精確的差值 所以他意思是說 低溫RM多步一點 然後我們一樣 在大量的數據下 之後這種高溫的,他也是可以做 差值 精確的差值 所以 就不用讓DN,DN,DRM這麼高溫 對對對,因為他這邊測出來 他有說 高溫的這個誤差值非常的大 在FORCE或者是ENERGY來說 尤其是FORCE FORCE影響的會更大一點 所以他們的意思是說 低溫的,讓他RM多步一點 然後拿去當他的INITION 這是我們可以找到的問題 對,因為我 我最近看我的那個FORCE都是在 因為我有放高溫的 那我看我都是 也都差不多這個值 都是那個-1 1%要負1%左右 那柏兵你的 TFD,MD,在哪個溫度下 其實結構就產生很大的變化 像融結嗎 我覺得 我覺得 很那個800K 800K 因為我上次秀900K給老師看 就已經整個結構都崩掉了 就 我都QE了 對 對,我上次,因為我上次有秀搖,我試試看 就是... 這900K的 900K他就整個都 到後面就,整個都蹦掉了 800有800的嗎? 800的我還沒有,我沒有做動畫 因為我是,我們原車是369 對 然後50的,50我也有車 對,那可以照這樣子 是不是,那就800 還可以維持住就用到800 對,因為他們的經驗 剛剛上面的那個經驗,他是說 不要太高溫 他說太高溫會影響到那個準度 對,然後 然後50K的話,我也有做50K的 然後目前還在捧 50K的話就比較沒有捧變後 因為他就很低溫 對,所以我目前是在照他的格式走 因為他好像是說 他們的溫度如果更高的話 會不準 好啊 對對對 然後他... 這樣無差很大 是因為 這個原因吧 然後這個人他是說 也可以做50K 像他以前的經驗 他說也可以做到50K 但是你需要大量的數據 他一樣也可以在1600K下面做 精確差 對,但是如果太高溫的話 就是會不準 會影響到準度 對對對 就是目前找到的問題 好啊 我目前也在測這個 我現在也都盡量 那個低溫然後 因為我剛剛也在弄那個 400多幅那個 是我也想說他弄多幅一點 這個ES是最近的 對對對,最近的 所以應該是 因為有人跟我們遇到問題 然後想說怎麼準度都降不下去 他說是高溫 他測出來是高的 對 因為他們好像有說 高溫的結構會 會那個 等一下 好像有講一個地方 對,他因為他說 多有在高溫下 就是四能 他的預測要 有更多樣化的結構跟力量 所以 會很難做到預測 會更難做到預測 因為他整個像結構已經崩壞了 之類的 喔,對的 好 好 OK,然後 因為老師有叫我先拿那個 那個 DLT 欸,現在的 生 那個DVT GEN的四能去做 LAMS 的NEB 呃,應該 就是 他第一部 我有從邊一個 因為他第一部 的 大家都有看到 那個 S-Base 打什麼的 OK 因為我是 因為我是 我改新了DLens的那個 施浪檔 對 這是第一部的 這是DLens AB 他的趨勢跟 那個 我的趨勢 是有 都是周圍的原子還是會變 對 但是 他到後面 因為我可以把第一部的 疊代的 AB留下來 對 因為他到後面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 主要是他裡面的 他裡面的那個 後面就會拿呢 他第一部是有 有座標的 但到第二部之後 就開始拿呢 如果不 因為可能是現在的 Potential也不夠準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 我還 還在 等之後 因為 他到第二部就 數值都不見了 第一部有 對 第一部的 我留下來是留在這邊 就是 就一樣 就是 這是Pase 1 這是第一條破產路徑 對 只是到後面 只是到第二部之後 就 就 就沒有數值 這是DP Potential 好 對 所以 第一部他幫你 動出一個路徑來了 對 第一部我動出來了 你這個路徑如果 一比一比讀進來 算他的能量 也是可以算出barrier嗎 一比一比讀進來 算他的能量 會不會讀CFG 老師你是說 讀 CFG 對 一比一比讀進來 來算他的能量 這樣子 不就有 11比能量 這 NEB其實也是這樣高 對 難不成 他沒有 GEE NEB 因為我不確認 因為我現在的Potential 一定還是 不是最準的那種Potential 所以 他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我確定說 等之後 結構更多 他的 他會不會好一點 等一下 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OK 他會不會 會不會 READ CFG檔 就是Lens的READ 對 會 READ CFG檔 不是READ DETA檔喔 不進來之後 你就直接用 你的Deep Potential Rounding 他就可以得到 這11比結構 你那11比結構 拿來看一下 它的barrier 是不是差不多 0點幾 如果是的話 那就可以啦 OKOK 好 對 因為 目前只有第一部的CFG檔 有數據其他都沒有 好 我再試一下這個 就是讀進來 然後去算他 C比的 各自的CFG 的Energy 對 OK 然後如果 都鑽得出來的話 那你就用我新編的看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 因為他是自己弄的 所以沒辦法鑽EV 所以我鑽太辛苦 欸 老實是說 你 你新編的那個 Slawn 裡面Lens嗎 對對對 就是Slawn Tender Run的那一個 嘿嘿 因為我好像也是照 不是說改成腦子 Lens的那個格式 那個4.0.3那一個 我好像有改變 不是 就不要Activate啦 Activate 不然 你看一下 你這個上面 嘿 你這個 什麼時候編的 他這個 他這個都是那個 DMT Key的 他這個 他這個 有更新的 喔 OK了 那我 我再調新的 OK 然後這個就是 它是2022版 對啊 就是這一版 因為你沒有Activate 就是看你的Slawn Slawn 因為我 我昨天是有照 就是老師最近說 要改那個路徑去改 就是這一個 老實上說是這一個 這個 2023 20228 這個 對對對 我是按摩罩子的 OK Deep Lens的 對對對 應該是最新的 所以 你這個有Activate 沒錯啦 但是你強迫他只用 是 這一個的 我編譯出來的 嗯 啊 但是你的MDI Run 還是用 它Activate 裡面的MDI Run 你知道嗎 嘿 對 這個要拿掉嗎 還是 好 因為我這邊強迫它的配置 是這個在前面嘛 所以你 附下MDI Run 它會先到這裡面去找 MDI Run 找到了 就直接用這個 路徑下來MDI Run 它如果找不到的話 才會去找 Activate 你Activate OK 所以這個是最新的 對對我這應該是最新的 只是 就是 它會拿的 這樣 它跑 拿的 然後跑到一萬步 它就 就L 第一步 第一步有跑出來 第一步 第一步是LOTO 這是拿的Number 1 3 3 4 1 2 3 1 3 1 2 1 2 4 3 1 1 你過去鋪手在那邊爬,其實就是達到獨立作業的目的了 所以其實我們帶他來這個實驗室這樣子已經算成功了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老師,因為我現在在run BCMD 我就是發現尤其我在高溫的時候特別不會收斂 所以我在發現 那我就不還了 對對對,那我現在可能就真的不要用這個高溫的 我現在可能用那個低溫 那我目前就 那我看PAPER他每週是大概到1200K以下 我以往看就沒有到特別高溫 有些會做很高溫的 對,如果是做DPKEY的沒關係 那所以這邊就打臉的DPMD原始PAPER 都要熔點了兩倍以上 呃,因為主要是他們自己的測試是這樣子 對,他們自己的測試 嘿,OK 然後我看一下好了,大概是這樣 OK,國民國貿易博士長 我有幫你移一下順序 好 但是有幾篇PAPER,你要找一下 好 來,拿起來我有紅色的mark 紅色的 紅色 所以我今天早上看剩綠色跟紅色 對,重新拍入一下 重新 這邊 好,這邊把我上角 按一下它就會把新改了 喔這個 好像還是沒有喔 對 然後我直接跟你講好了 你要找三天用Berginhand 因為你這邊有提到Berginhand 不太準了嘛對不對 所以要找三天Berginhand 那你現在缺了GPD 果冰會用嗎 有有 對然後還要找Berginhand 你 Review三天 Berginhand 那它因為在Berginhand 沒有考慮到Energy Barrier對不對 它預測出來的那個 你覺得 口徑是不太...不會自盾的 然後在 Review三天 Berginhand 有關於電池的 那之前你不是有一天Energy Barrier的嗎 對 那天就Review把它貼上來 OKOK 因為Berginhand 因為Berginhand的話 我之前有傳一篇那個 那個... 就是它 它也是做DP券 然後它都... 也是做電池 然後它做Berginhand的準度不太好 那一篇我有傳一篇 可能就拿那一篇 對那很好啊 對對有可能就拿那一篇 你Review完就把它貼上來 好 順序我再排 OKOK 那我再貼上 OK 那一樣 Simulation Model 你就自己把它 貼到... 貼到... 貼到什麼... 上次Energy Barrier那天 應該就可以吧 我們通常不會寫這個 公式嗎 對 好 因為這個是人家... 在介紹它自己... 這個DPNDP怎麼變的 所以這個... 方法我們就會用... 怎麼樣... Summarine 你知道嗎 什麼樣子 你把DPNDP 原始Paper的... 引擎當選跟Conclusion 然後Summarine 一小段話 嗯 不用介紹很多 我會去介紹這個東西 OKOK 好 但是你們在寫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 要介紹的比較detail 嗯嗯嗯嗯 好...OKOK 了解 然後我... 然後大礙事講 我講一下今天的Paper 那今天的Paper它... 它... 它是在做這個... 理擴散 然後它是用這個... 理領養... 的這個電池 的電池 的電池 然後... 然後它主要有用到的方法是... EB KMC 然後... 那... 那... 那它這個電... 的這個電池 它是... 固態的... 電池 然後它是用在這個... 這個波膜的電池上面 然後方法的話 他們... DOT是用FUD 然後他們最多原子有到64顆 然後... 因為他們是說要... 找空缺 所以他們有將... 這個... 原子拿掉 所以在最初始結構 在... 16顆原子的時候 你拿掉1顆剩15顆 然後在... Super Sale 32顆 拿掉... 最多拿到3顆到29到32顆 然後... 到Super Sale後 64顆... 最多拿到3顆 變61顆... 到64顆 然後他們... 各自的... 他們的... 這幾個... 組合各自的... KPoint都在這邊這樣 然後... 他們... 最後... 呃... 然後他們這邊... 他們的NEB 是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是... 先... 用... AIMD 然後... AMD去做... 他的... 然後... training出來 他的一個... Potential... 然後... Potential再拿去做... LAMS的NEB 然後... LAMS的NEB 再... 將... 這個... LAMS的NEB裡面的... 這個... 中間太... 然後... 再... 打至於... 當... 全靈的... Initial 所以... 他們... 他們... NEB的... 這個... 中間太... 是這樣做的... 然後... 然後... 他們... 他們... 總的... 結構... 是... 38,592... 結構... 這樣子... 然後... 其中... 測試機有... 這個... 訓練機有80% 測試機有... 20% 欸... 國賓... 我們這種... Oliven的... 有... Burkinghand的... 之前有做嗎? 有... 我最近都有做的... 就是... 拉伸... 壓縮... 跟熱導... 都用Burkinghand... 那... 我們不確定... 這個NEB... 你剛剛那個... 到底是不是... 我們... 全力的... 那... 你先... 先... 我之前測我的... Burkinghand... 我之前用這個NEB的LAMS的... 這個... 它好像有一些... 但它... AL跟... 這次用... 這個... 這個... Potential的AL又不一樣 對... 然後再測一下... 我兩個都要再測一下... 好... 對... 然後... 然後... 它Chaining的... 跟Texter的... RM11... 一個是...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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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 一個是... 5... 5... 然後... 然後... 再來是... 他們有拿去做... LAMS 以後... 就是這DFT跟這個... 這個... 生物士能... 去做LAMS 的分動一選... 然後的一個... RM11... 大概都6.2... 然後... 因為... 他們... 這個... 電池結構是... 是... 那... 他們為了要產生這個... 這個... 它一開始先... 將這個... 這個... 營養... 然後... 將它... 升溫到6000K... 做萃火... 然後到300K... 然後... 之後再平衡300K... 然後... 會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電池結構... 然後... 他們... 擬合出來的這個... NN Potential... 還跟這個DFT... 去做N1B的... 的... Metal... 然後... 去找到... 它的一個... 扣散路徑... 然後... 可以看到兩個... 兩個... 都是... 它說... 它DFT... N1B Barrier... 是0.5...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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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路適能是0.5... 也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 它還有去做這個... KMC的部分... KMC... 他們是... 因為... KMC要先求出N1B... 然後才可以去代入... 所以... 它的... 第一個這邊是... 用... NN Potential... 去代入... 然後... 跟... NN Potential... 還有... 去做... 比較... 然後... 就是... 也都是有差不多的趨勢這樣... OK... 好啊... 很好啊... 對... 我不用做KMC... 對... 因為... 它這邊能驗證說... 就是用... NN Potential... 去求輸的... KMC... 也是... 符合的... 然後... KMC... 越來越高... 對... KMC... 能力... 比較好... 對... 因為... 這邊就可以求了... 用... 那個... 深度式能就可以求...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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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有去做MSD... 是在... 800K到1500K... 然後... 一樣是先做NVT平衡... 然後... 再去做Divolution的計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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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件事它... 它... 變... 要把它變成Malforce的結構... 可以看到... 就是... 就是... 一樣也是... 兩個結構都是非常... 相細... 它們是說... 就是... RN Potential跟DVT... 這件DVT... 然後... 然後... 擴散係數也是... 跟... 文獻上也都是... 蠻符合的... 對... 那... 結論就是說... 他們做的這些比... 對... 就是蠻...蠻符合的... 以前的結論... 好... 對... 有件事的單字... 是... 審理回家了... 很久了... 今天... 因為... 我這次... 就這個差不多了... 但是... 聽到了... 的音樂... 不得了嗎... 你... 你... 已經...